請問一下 以心理學來說 真的有可能有一見鍾情這回事嗎 這個不是你要不要的問題 在上天設計我們人類就是這樣子的 其實你知道嗎 大腦 只要你了解大腦科學 你就可能找到真愛 所以我們 要改名嗎… 好刺激規矩 沒毛病 這句話沒有毛病 這樣講我太奇怪了 所以就是說 我們只要掌控我們的大腦 其實我們可以控制對方 我們等於是打心理戰嘛對不對 對 你就可以催眠它 或者是讓它陷入 你的愛的陷阱而不自知 那想問一下邱醫師 我們都說費洛蒙啊 費洛蒙 這是真 這個是 可以幫我們解釋一下嗎 我們分泌比較多還是 因為也有聽過費洛蒙香水什麼的 其實費洛蒙在希臘文裡面 叫做 翻譯出來叫做 我攜帶的刺激物 費洛蒙 就我攜帶的刺激物 好可怕的感覺喔 你今天有攜帶什麼刺激物來嗎 那男生女生的 男生女生攜帶的刺激物不一樣 男生的主要 費洛蒙的化學物質叫做雄二溪酮 女生叫做雌四溪醇 不太一樣 那不管這些化學物質 它其實是我們人啊 在就是說年輕的時候 其實就會散發出的這種 對 那為什麼有些人 例如說我看到LuLu 我靠近她 我覺得哇 妳的體味好香 那對不起 用Claire老師 就是說Claire老師的體味 就讓我沒有感覺 其實這不是你主觀要喜歡或不喜歡 我稍微解釋一下 對 我稍微解釋一下 因為男生女生結合最終的目的是什麼 生育健康的下一代對不對 所以其實在物盡天責的 幾萬年過程當中 老天爺就已經幫我們決定了 如果我會喜歡妳的體味 代表我們兩個的DNA 是非常不一樣的 非常不一樣就是 我們兩個結合生下小孩 如果我們兩個DNA是非常一樣的 那我聞到妳的體味 我就會 沒有感覺甚至我不喜歡 因為DNA太相同了 簡直是重疊的 所以我們剩下的下一代 能夠抵抗的疾病就很少 就像近親這樣 對 所以這個不是我們自己主觀 要不要喜歡的 這個是DNA幫我們決定的 那所以沸洛蒙是我們 反正男生女生都有嘛 我們是一輩子都會 就是散發這個沸洛蒙的嗎 一輩子都會啊 還是某一個年紀會最多 當然 就是說在 女生其實會比較敏感 像女生如果住過那個女生宿舍 你會發現 大概住了三四個月之後 大家生理期都差不多那個時候 對 所以說我們有幾個好朋友 就住在一起 然後生理期最後變一樣 那個就是沸洛蒙 對 那個就是沸洛蒙在座睡